音樂 夜晚黃鐙輝近年來演藝成績十分亮眼 作品橫跨戲劇綜藝領域 深受觀眾們的喜愛 日前她搭檔藍藍、若同、林俊逸等人 飛往新加坡拍攝外景節目 期間藍藍分享了挑戰高空彈跳的畫面 大膽的嘗試讓眾人直呼佩服 而就在一行人結束行程反台後 黃鐙輝卻突然在現實動態透露 自己人在急診室 並公開了在櫃檯掛好的自拍照 只見她穿著休閒、戴著口罩 做起眉頭的表情 看起來像是正在忍耐著痛苦 不過黃鐙輝不敢搞笑本色表示 自己一定是因為高空彈跳才會閃到腰 絕對不是因為年紀大 多次強調不可能 不認老的態度引發爆笑 有趣的是藍藍也轉發了黃鐙輝的現實動態 表達慰問、希望對方一切平安無事 同時也不忘調侃對方表示 閃到腰可能還是跟年紀有點關係啊 在帳戶上發生了一張 黃鐙輝卻突然危險 還可以看到我 這間是心情和從前欲